又在弄你的头发 就那样的齐刘海蛮好看 真的好看 不好看很土 这样八十刘海搞得像男生 那很土 别在这里长得像宋亚轩 搞齐刘海 真的不像 好久没有去小诗诗家玩了 今天呢我们两个决定去小诗诗家玩一会儿 看一下他们家的妹妹安安 哎呀美了美了美了 我想拿着这个糖 你之前比较喜欢喝那个茶派 在干嘛呀 8块钱给你 小戏鬼 还吃完饭吗 好吧 你特地咖有碗的 没有 你好可爱呀 你看姐姐 你说这是姐姐还是哥哥安安 喊哥哥 哥哥 你看安安的皮肤多好 嗯 比不了 真有钱 诗诗你买了新手机吗 嗯 买了啥牌子的 那个华为荣耀 多少钱啊 2899 哇塞 小孩子 羡慕不 不羡慕 4000块钱的手机啊 你的手机才多少钱 1000多 哈哈哈哈 诗诗 你爸爸可真爱你的 嗯 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星光色吗 是什么颜色 水颜色感觉有些老年人 没有啊很好看 我觉得不好看 这么快手机可以买了 不是还是那个贡献的 你今天才买的手机吗 昨天买的 昨天买的今天才开封 哦 还不弄密 啊 像 像 像一个 今天梁木齐没来找什么玩 没有 他回老家了吧 老家在哪里 将军路 这叫老家 啊 你把他的涂了 他涂什么 啊 诗诗 你给他涂吗 对啊 安安的小玩具 很有个性的 安安你喜欢吗 安安安看帅哥 他帅不帅安安笑 哈哈 我们来参观一下小诗诗的书桌啊 小辣子来介绍一下 我不知道你问他去 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这好像是个辣椰筒 这是个鼻筒 这是挂一些小饰品 这些鼻筒这是什么呢 这是这个小 装的什么里面 装的就是那些小东西 小东西 这是这个是什么 灯 灯啊 哎怎么坏的呀 没电了 哎呀 像每个插的东西呢 哦 这个什么 这是你怎么好多新兴玩意 我都没见过呀 哦哦 这个灯 哎好漂亮 哦蜡烛灯 嗯 这个里面还有好多盲盒呀 还加很多盲盒 这个B牌跟你是一样的小辣子 嗯 这个是一个讲机器人吗 这是一个手机支架 哦这是手机支架 哈哈哈 奥特了奥特了不好意思 哈哈哈 你手机还没搞清楚吗 嗯 还刷视频 我们回家喽 安安洗澡睡觉了 小辣子 嗯 我觉得小四的妈妈好幸福呦 对啊 有两个女儿 嗯 嗯 好可爱我也想要一个 嗯 我也想要一个妹妹 啊 可是我们这个条件不允许哦 我们家好好担担那个女儿 变成了一个假小子 哈哈哈 你会变回来吗 会 对啊 会的我们以后也会变回来的 变成一个大家闺秀的 走路的时候不要按手机 快点 快点 我们开始休息一下 小辣子 小睡 interesting 小吉他的